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发送了微信 或者是短信 或者是投资经理跟大家讲过 所以说呢 我们的客户会享受到一手的 或者是第一阶段的这个即时的信息 那么昨天美国股市呢是上涨0.67% 目前报价呢是26,966点 数字非常吉利 比特币呢也是重回到1万2千美金每个比特币上涨9% 黄金呢高位盘整冲到了1420美金附近 石油价格呢也是上涨1.7%左右 目前是57.32美金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主要讲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原油价格 我们知道现在OPEC呢跟俄罗斯刚刚达成了一项协议 那么24个国家参与进来的石油减厂协议 那么这项协议对石油价格未来的表现 或者是对美国原油的一个冲击将会如何呢 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看一下 那么昨天呢出了一件大事情啊 就是百度总裁李延宏被人当众泼水了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对百度这家公司的影响 以及对整个AI行业互联网科技公司 未来走势的一个社会舆论的导向 对金融产品的一个影响以及股价的影响 那么先说上半部分石油价格 中东地区呢一向都是不太平 那么现在呢也是美意关系非常的紧张 那么在中东我们知道俄罗斯和中东签订的这个协议来讲的话 它每天的减产量呢是120万桶 那么120万桶代表什么含义呢 每桶60美金来计算的话 每天这些国家就少赚7000万美金 那么每年呢少赚225亿或者是到255亿美金的 这个少赚的这部分利润或者收收入 因为很多国家并不是都希望监察 有一些国家呢它需要这个石油出口来提高国内的一个生产 或者是国内的一个满足政府的或者军事上的一个支出 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其他的一些产业支出 所以说呢石油对他们来讲需求就非常的严峻 那么这些国家来讲会增加他们之间的一个地缘矛盾或者政治矛盾 因为像俄罗斯这些国家它能受得了 像迪拜或者是沙特这些国家呢 它石油减产一些没问题 它能够扛过去 但是一些小的国家它就会受不了就会有矛盾 那么再看一下美国 美国呢我们知道也是现在页岩油生产的非常厉害 也是由75年之前的进进口国 在2019年转为进出口国 所以说美国石油对市场上的冲击也非常的严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中东产油美国也产油 那么两边的石油对世界的影响如何呢 美国的石油出口到全球 主要是靠航运以及在海底搭建这个海底的管道 那么中东出口到欧洲 出口到亚洲中国地区来讲 它是靠的是陆地上的 也就是说石油管道运输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本就比美国要低很多 但是呢 唯一跟美国不一样的是 美国呢只是企业自身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但是中东靠石油出口养活整个国家 所以说呢 中东需要国家啊 这个签订一个协议减产协议 是促使这个油价在五十六十美金以上 但是美国不需要 美国的企业只要满足三十美金的成本价就可以了 那么超过三十美金以上的部分 就是企业的利润了 所以说在这场竞争面前啊 19年之前美国是进口啊 19年之后美国是成为出口 那么美国产出来的石油 页岩油将会对世界石油格局进一步的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和俄罗斯进行了联手 所以说呢 在未来呢 啊 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油价将会持续的走低 那么中东的油价将会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价格 这个呢 就是各个国家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呢 我们之前讲到过的两桶油之间的一个差价呢 在未来有可能会继续走高 那么今天的网课内容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过去三十年啊 四十年中东地区为什么频频每隔五到十年就爆发一次战争 那么俄罗斯呢 又为什么是前苏联倒闭了 那么这个和石油价格有极大的一个相关性 包括美国 为什么是需要美元和石油啊 左手美元右手石油来统治全球的 或者作为全球金融领域的一个世界霸主 那么石油啊 在全球金融领域到底是占多大的重要的地位 所以说呢 今天的网课八点钟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来观看 另一部分呢 就是李彦宏总裁啊 昨天非常不幸成为了这个啊 微博排行榜啊 热搜榜第一名啊 他是AI大会上啊 那么讲了一下百度的一些AI设想 那么本质是好的 但是呢 因为百度之前受到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百度的盈利主要是来自于竞价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公司啊 大家打开网页搜索外汇股票 那么排在第一的可能不是GoMarket 其他公司可能是大家都没有听过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不一定就是好公司 只是他们给百度或者给谷歌的钱非常多 那么竞价排名呢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 就是说很多公司想要这个曝光率高一点 但是并不一定是好公司 这就出现了之前的卫泽西事件 或者是啊 一闹事件 导致了啊 大家认为搜索引擎排行前面的就是好公司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广告收入模式 对百度之前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那么之后呢 啊 百度希望转型到AI人工智能领域 那么同样类似的国家啊 包括美国 澳洲啊 其实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在转型了 谷歌呢 在十年前就已经转型做硬件处理和云端技术 以及数据处理 那么现在谷歌的股价呢 也是连番上涨 但是百度来讲的话 它的业务规模啊 就持续的走平 所以说呢 我们GoMarket在未来两个月之内啊 就基本上可以上线美国股票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美国不错的优质科技企业 那么这些企业来讲 基本上是引领全球的科学技术的 那么澳洲也是有APX 这家我们在两周前推荐过啊 这个格伦威威雷的大讲座推荐过的 人工智能的股票 那么这只股票在昨天创出了历史新高 股价突破了30澳币 所以说呢 机构和我们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啊 大家缺的呢 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来自于我们的投资报告 或者是分析报告 能够给大家一些技术上和理论上的支持 那么大家以前没有在10块钱买入 没有在20块钱的时候 我们推荐的时候买入 那么现在30块钱的时候 其实呢 大家需要的就是更多一点的信息 以及信心来支持自己对股价的认知 我们判断一只股价 未来能不能上涨 最关键的就是 未来的公司价值 能不能大于过去的公司价值 如果可以 这只公司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考虑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一期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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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